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25日星期四,这里是银爵之光,我是自媒体人岳哥 刚刚就采访了德国的王维洛博士 王先生最近很忙,非常频密地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 谈他对三峡的看法,谈他对三峡未来命运是如何解读的 那我也很高兴能够采访到王先生 我们讨论的话题比较多,有的是关于三峡的历史 当然更多的还是关于三峡当前最紧要的质量问题 或者说是隐患,其中就包括李鹏的离世 对于三峡未来的命运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 王维洛先生不但谈到了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 做了技术流的解读 同时也分享了在三峡大坝安全性讨论这个舆论漩涡之中 他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也非常的感兴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视频是我对王维洛先生采访的第一部分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在质疑您或者说包括您其实也在为冷山做了一些解释 用了一个如果,那么科学界的人是一般会用这样的一个来做推论和论证 但是现在国内其实有很多网友也在批评到您 这么多年下来,王博士,所谓的王博士都在批评中国的水利工程 批评三峡 很多人就直接说这个王博士居心何在 包括这个冷山居心何在等等 那大陆的媒体应该更直接了 用了境外的反华势力 OK,那我的问题是这么多年下来对您的批评 来自大陆的一直不绝于耳 您为什么还是这样的关心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 特别是三峡大坝的安全 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在80年,从80年到85年期间呢 我们在三峡地区搞国土规划 国土规划是什么东西呢 人家,中国有人说国土规划和三峡工程毛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那他真的是不知道 就是说中国是一个规划系统,一个很严格的规划系统 它五年规划什么东西,三峡工程 你进不了五年规划你就没有那个机会上马的 那么国土规划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做出一个规划 就是说你三峡工程上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有什么必要要上马 对不对,我们要去那个查出你三峡工程的电 要供给谁,谁来用你的电 对不对,你三峡工程移民要移多少 往哪里移 就要解决这些最根本的问题 对不对,你怎么说都可以 对不对,你说我这个观点 说三峡工程,他很多人说 我说的三峡不是平虎,是邪虎 三峡是邪虎,不是平虎 那他们有人说的证明,你就是错的 您这么多年这么关注三峡 您还是觉得您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国土规划的专业人士 您是认为三峡在设计啊 或者说对外公布的一些数据 不符合科学的依据,没有科学的依据 是这样理解吗 我真的,我和你说我真的不在乎 他们说我错 说我用的数据错 我的这个观点错 那个观点错 对不对 他人家真的说王威乐错的 他不敢说我哪一个是错的 他不敢说我哪一个是错的 我告诉你 我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三峡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全部 我自己不会创造数据的 有的数据是来自于三峡工程的 泥沙组的数据 有的是来自三峡工程 移民组的数据 比如说三峡工程的这个是邪的 这个数据不是我创造的 这个数据是三峡工程 泥沙组的数据 你要说我是撒谎是骗子 那你说的就是三峡工程 泥沙组是骗子 是撒谎 你说三峡工程是平的 那是三峡工程移民组说的 三峡工程移民组说 三峡水库是平的 对不对 你随便怎么说 你都可以 你可能还是觉得您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国土规划的专家 基于对科学的严谨性 所以这么多年您在批评 是不是这样理解 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什么是错 错的东西 你就承认得错 认错 比较好 你不要就是说 一来就给人扣上一个帽子 反华分子 什么为专家 对不对 你都可以扣 扣了也没用的 比如说像冷山 我比较生气的 为什么 为什么比较生气的 就是他刚就是 发了两张图 说了两句话 他上来了 说海外战法分子造谣 我就说他没造谣 他一共就两句话 对不对 他那个三峡工程 那个大怕发生贵夷 这次的事情 我在2003年的时候 就写过文章说 三峡工程大怕 发生贵夷 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我说的 潘家增说的 潘家增说的 这个东西 你要说 为科学 为什么都可以 你自己去查查 你们这种老祖宗的东西 很担心的是 有什么东西 中国人缺乏一种 最基本的 一种对自然界 对自然和人 之间的这么一个理解 戴帽子或者什么东西 那只能说明 你自己心里是虚的 你自己心里是虚的 讲到反华分子 您害怕吗 我没有反华 我听什么反华 对不对 他可以说 你真正的反华分子 那如果我们要讲那个的话 那都是 我们坐在高堂的那些 对不对 习近平说过一句话 祝国的灵魂 一寸都不能丢的 你去看看从1949年到现在 中国丢了多少领土 是我卖的吗 不是 对不对 如果我念什么事情 我要有利益 对不对 我反华 我要有利益 而且我还必须要有权力 我有权力 我才有反华的可能 对不对 而且你要想这个华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我们祖国的三合 还是什么 对不对 你这个中华 你中华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中华 对不对 你什么这样的概念是中华 如果说反华 我们说中华就是那一片祖国的三合 那一片祖国的三合 如果我有权力 我把祖国的三合搞坏了 原来都挺好的 祖国的三合现在被你搞坏了 那我是散华 对不对 我是散华 我不知道谁是散华 那你总要定义的那个反华是什么 那你去看看祖国的三合 是越来越好了 还是越来越坏了 您在海外发出很多声音 关于三峡安全 关于三峡大坝的质量的 那您觉得 您在推进大家对三峡的认识过程中 您发挥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我只讲我制造的 是一个很小的作用 因为我觉得我的力量是很卑微的 真的 我现在 忽然之间发现 网上有很多人把我 几年以前 十几年以前 二十几年 之前的文章翻出来 重新放到那个网上去了 重新放到网上去了 所以我也不是像 有的人攻击我一样的 说网维罗跳出来 我没有跳出来 没有人说看到冷山这个图 我跳出来了 我说我不看这个地图 我都知道它是在位移的 它是在变形的 它是在泄漏的 这个渗漏的 它是在渗漏的 对不对 我只是想证实冷山说的这句话是对的 我不看这个地图 我没有看这个地图 有没有注意到 在您这一波 在海外 包括冷山的这个评论 在推特上的消息 国内对于三峡的介绍 更透明了 也更频繁地 来披露了三峡的一些信息 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或者说您有没有做这样方面的观察呢 我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国内的朋友怎么样 第一 我感觉到有很多人参与了这次讨论 无论是国内的和国外的 国内的人也很多人参与了这次讨论 他可以发表意见 就是说我不好的 说我不对的都可以 也有说我好的 对不对 那么我自己的最直接的感觉 就是以前我写的文章 一般的来说 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才能在国内出现 就是不知道哪一个人 能够通过翻墙 然后把文章 什么周短的介绍 过去 三年到五年 甚至很多文章都 不能够进入中国大陆的 但是这一次我的那篇文章 三下共产在新边 这篇文章一天以后就进去了 我和你说我到现在为止 我对这件事情的起因 我多数都还搞不清楚的 冷山这件事情 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 国内引起了这么大的讨论 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不在于 这两张图 主要的原因 而在于 两个信息的矛盾 第一个信息 是他们先说的 冷山这个东西 是造谣 三下没有形变 三下 好得很 对不对 这是这条信息是来自于三下集团的 一个那个运行室的一个总工程师 他解释了这个就是狗格照片的 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偏差 特别是由于中国的这个 基本地理坐标是那个狗格没有的 中国这是绝密的绝密文件 这是属于绝密的最高的亲密 外国公司是不让 不让那个的 外国人败着一个那个UPS的到中国去 不是passive的 不是就是那个就是被动的GPS 而是主动的GPS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主动的GPS和被动的主品 GPS的这个关系 主动的就是他能测 测成高层测 那个就是 东京和那个北纬的这个经纬度的 这叫他自己能测的 外国人如果带这个疫情进去 马上就要被抓住了 抓住就是说你是间别 中国不让你测 对不对 那么关键是他第一天说他是反华分子 第二天他自己突然之间承认了说有形变 这无论是那个公司的那个 谭博新闻社采访那个三峡集团的 这个工程师的这个讲话 还是三峡集团公众微信号发布的三峡 工程在变形 但是是弹性变形 这都来自于一个公司 我强调都来自于一个公司 就是三峡集团的 为什么三峡集团他在一天之内 他自己同时发布两条互相矛盾的 这么信息 你也没想过 你也没想过 因为你这样制造的信息 就造成了大家的对你的不信任 本来已经是不信任的 现在更不信任 对不对 那你说先说是没有变形 后来你又说有变形 他就自相谋对